我想先接我們剛剛從畫面顧問的一些問題 我只想再明確的確認 就是這次我們會關心的重點 在我們的聲明稿當中也是很明確的提到 就是我們認為在半導體 既然要換半導體 那不能負 不能忽視科學區的排放水 在環保署的報告裡面要提出來 自行排放10萬噸 然後納入下水道 就是在這些所謂科學區是19萬噸 也就是它遠遠超過了這個半導體 那我很疑惑的是 剛剛可能科長那邊有提到說 未來會關 可是為什麼這次不關 那反正既然未來也是要管安淡 那廠商他們當然是需要抵 需要再做環皮的變更 本來就需要做這樣子的程序 那為什麼這次不一起做這樣的事情 我們一直很疑惑這件事情 那如果今天真的環保署他們 有確定承諾我們說 未來科學人區它會被一起列管的話 那有沒有時程 像我們今天有新竹當地 在關心克雅西的社區居民 他們在關心克雅西的富裕 結果發現安淡是最大的問題 可是新竹是已經開始在做污水下水道 可是科學人區什麼時候要開始處理這件事情 那從中科三期中科四期到新竹科學人區的銅鑼園區來看 每一項的新環瓶全部都在處理安淡的問題 所以我很疑惑為什麼這一次的半導體的半導素標準當中 沒有處理這件事情 OK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一樣回應 剛剛就是在討論皮法師這件的問題 我想皮法師它所呈現的不只是這個毒性物質它的影響 而是說究竟到底有多少的毒性化學物質是我們不知道的 因為其實我們還是沒有足夠的法源去了解廠商 不管是科學人區還是任何實化業也好還是其他傳統產業 我們沒有任何法源可以知道廠商到底使用多少的化學品 它的製程當中到底含那多少的化學品 所以我們想要提出的意見是說 這個皮法師是我們的一次的機會讓社區讓居民讓民眾知道說 放流水標準當中可能有很多的項目是我們不知道的 像在這個簡報裡面我的解讀啦 PFOA跟BFOs檢出的濃度與水體背景濃度相近 我的解讀應該是在水體濃度當中有含這種化學物質 然後呢在放流水當中也有減出這樣子的濃度 所以這應該是一個很強烈的關聯性啊 所以我有點好奇是到底怎麼回事 那我們這邊手上的文獻是 在97年的時候有研究生他們針對克亞西做了報告 那環檢所他們也針對台灣16條河川做皮法師的報告 結果發現克亞西是全台灣在這個皮法師的化學物當中 濃度最高的 雖然說剛剛可能公園院的先進他有提到說濃度很低 但是大家知道嗎 在中國綠色和平組織他們最近做了一次紡織業的調查報告 他們調查了兩個物質 一個是人機粉 一個就是皮法師 他們減出這個紡織廠的皮法師的濃度 是我們克亞西的千分之一 可是他們寫一份報告 要求品牌廠你們要從源頭做減量 不是減量是源頭將這個化學物消除 所以代表說這種類似的化學物 這種環氫荷爾蒙這種持久性的有機物 它即便微量它對環境還是有害的 就像是這個皮法師 數據上都證明在北極熊身上都測得到 所以這才是我們關切最重要的問題 但是我們始終沒有辦法找得到好的研究報告 好的政府研究來回答我們 例如說為什麼克亞西的濃度會這麼高 因為我們回應的 我們從官方聽到的一些消息 跟我們手上看到的文獻都是不一樣的 所以這個是我想提出的問題 大概是這樣 謝謝 我們這邊檢驗出來的那個皮法師濃度 大概都是在一個PPT底下 那我們當然了解說對環境荷爾蒙 或者是這些持久性的有機化學物 它產生那個影響的濃度 事實上都是非常低 但是整個它影響的機制 或者是到底要低到什麼樣的濃度 其實有很多可能都在學術的研究當中 當然在北極熊 我們有很多經過長程的傳輸或者是食物鏈 它身上產生這些 發現這些物質 事實上都是預期當中的一個事情 但是我想我們很多產業是比較集中一點 那這些產業有相當多的一個歷史 所以在環境當中 到底有些東西它是從那個 它的環境的那個驅基庫這邊 在release出來 或者是目前的一個排放狀況 這可能我們需要再進一步的一個來釐清 那其他的問題 我就請主課長這邊再協助說明 有關科學園區的部分 其實我們科學園區的部分的那個 黯淡主要是因為這部分 我們可能還要需要一點時間 跟科學園區談 包括說他們的用地的問題 還有他們就是說相關的這個時間 那我們其實都 其實園區都知道 我們其實之前在講半導體標準的時候 我們也約略也有一起談這個議題 那這部分我們是有打算 例如說明年或後年 明年的時候 我們會提出這個相關演義的這個內容 管制的這個內容 會再跟科學園區做更細部的討論 因為這邊目前科學園區 它定定的其實是受生物基督性的貫視 但是它在相關的研究裡面 也發現說那個黯淡事實上 是一個比較主要的控制因子 所以我們這個管制 雖然說管制不同的項目 但是它最後的那個結果 也還是必須從科學園區這邊 安淡的那個削減來著手 那所以其實我們是很希望說 能夠盡快把這 不管是光電業或者是半導體業 這些它的標準 能夠把它那個其一 弄得比較疑似一點 那TUA我們自己 不只是對相關的產業 而且對其他產業 我們也是準備把它納為 那個水措系統 它管理的一個手段 但是不會 未來的目標絕對不會 把它變成一個管制的一個限制 但是就是說 在我整個管制的程序當中 你如果說發現什麼樣的問題的話 從我用集圖性來做一個指標 那有這樣一個問題的話 我就要求你回到你的系統裡面去 去看看問題到底是發生在哪裡 然後把這個集圖性的部分剪掉 所以我們不會把TUA毀掉 但是對TUA的那個運用 我們會做比較細膩的一個調整 請